屋內一片焦黑移動RC結構的 三層樓建築火勢從三樓竄出 當時洗衣店的老闆 正在三樓燙衣服 他聽見了爆炸聲響 急著要滅火 沒有想到火勢猛烈 他反而遭到燒燙傷 住宅對面的民眾用手機拍架 當時的情況 屋主向消防隊表示 疑似平板電腦充電到一半 爆炸 起火燃燒 等到消防隊到場之後 他人已經跑到一樓 全身趕緊沖水來降溫 一邊等待救援 不過他身上燒燙傷的面積不小 消防隊貨爆之後 立即到場部水線來滅火 火勢在十五分鐘內控制 三樓的窗框都被燻黑 不過怎麼燒得那麼嚴重 消防隊不排除 可能爆炸之後 又延燒到旁邊的易燃物 不過確切的情火原因 還需火掉人員進一步釐清 會議大臣 煌燃的利益 夜燃 相互